這個題目是一類混合物的題目 混合物即是把兩種不同溫度的東西 例如例子第一個就是95度的水 倒進一個20度C的溶氣 兩個互相接觸的時候 最終就會去到某一個溫度T 現在我們的目的是上溫最終溫度T 其實這些混合物的題目是非常標準的概念 一方面有一個能量的散失 另一方面有一個能量的增加 這個能量的散失當然會等於這個能量的增加 所以寫出來的算式基本上 這個能量我們計算的時候 都是E等於mcdelta T 這個都是E等於mcdelta T 寫就是這樣寫 但問題呢 你要留心就是那些M 可能大家說不一樣的 這個0.2 這個0.4 同樣到你C都可以不同的 因為這個是水 它是那個弧 那這個弧就有一些物料 那可能都有它不同的 就是 物料的 那麼那個 比熱容量都會不同 當然我delta T 都會不同 這個是95度去到T 這個是20度去到T 那麼可能大家的delta T 都會不同 所以寫的時候可能這樣寫 就會看到那個分別 好了 實際呢我把數字放進去 首先這邊這個M就是0.2 C 是水來的 4200 delta T delta T 到底是T-95 還是95-T 那我們應該有一點點概念 這個是95度 這個是20度 最終它兩個加起來 一定是95至20之間 不可能又低於20 又不可以高於95 不可能的了 即是這個溫度一定是 少於95 大於20 那既然少於95 我就知道一定是95-T 這個事實上都表示 它的能量是散失的 同樣道理呢 我們去看這個 今次這個水壺的 能量的增加 那都是Mcdelta T M給了我們0.4kg C T 等於1,000 基本上呢 是等於1,000 即是等於1,000 DELTA T方面呢 剛剛已經解釋了 這個最終溫度 一定是高於20度的 幾乎在20度和90度之間 這條算式呢 當然呢 我們要內心去計算一下 可能呢 我們需要做些草稿 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呢 就調來調去 就做到 T的70.8度C 這些可能呢 有些同學可能 因為數學不是那麼好 你自己要跟一跟去 即是刷一刷 應該都做到的了 好 好 7 7 1 1 3 1 1 1